生命的月影 长得好的智通常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如虎添翼的效果 所以有的女人 如果身上的智长在合适的地方的话 那要成为富婆自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要有这样的智是很困难的 不是随便一个人都会有 女人哪里长智才是富婆命呢 哪里长智最好 耳朵部位影响福气 而耳朱部位就是其中影响个人财运的部位 就像耳朱包含在耳朵里面一样 财运也包含在福气里面 所以耳朱长之后 这个人自然就可以更容易得到财运的提升了 这样的志向对其日后的聚财能力 也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锁骨是展现自己的气质的地方 所以如果一个女人的锁骨看上去显得好看的话 气质自然是十分好的 锁骨长智的情况下 往往对气质也可以产生很大的提升效果 所以一般来说 锁骨部位长智的女人都会很有才运 在腋下部位长智的女人通常都具有暗财 但是气却又是属于财运很好的人 只是财运不受自己的掌控 不过不管如何 其日后都是能够获得很多财富的 腰部长智的女人通常都是属于有人撑腰的类型 正因如此 这种女人的贵人运会十分好 并且 其本人的财气也很旺盛 这样的女人自然是能够获得很好的地位和发展的 甚至还可以嫁给财富和地位都特别好的人 能够飞上枝头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脚踝部长智 其实对于事业的提升会比较大 这个部位长智的时候 其本人通常都是可以让自己 更容易在事业上得到他人的帮助的 并且其自身也有足够的能力 所以最终 这种女人会成为富婆 地位特别的稳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和我一起去